结完婚不能避孕 如果说避孕的话就要退货 我马上快七十了 再不抱孙子 说得过去吗 妈妈说 给儿媳妇讲 说结完婚不能避孕 如果说避孕的话就要退货 你想要抱孙子 抱孙子 对 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马上快七十了 再不抱孙子 说得过去吗 她在那边上班 她在加拿大最大的保险公司 上市公司她在那边上班 对 儿媳妇她这边结完婚之后 她就过去陪她 反正这个是我给她讲的 就是说老公在哪里 老婆就要在哪里 老婆负责貌美如花 买买买 你就负责赚钱养家 赚赚赚赚 请差不多平倍的 今天高层次的大概只有阿狗 周游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上台 还有美凤 西美 还有可丽跟彩华 还有九孔 差不多就这些人 最大的心愿就是说请客的一个形态 说这些请了这些人来 她包多少钱多少礼金不在乎的 知道吗 亏 肯定是亏 光哥 宏图大宅也不必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够宏图够大宅了 要祝福公子 就不管是事业 家庭 健康各方面都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 早上归职 当然光哥已经不需要祝福了 他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 然后有他这么棒的一个partner 他的太太 然后我们当然希望的是年轻的这一代 能够传承他父亲的所有的事情 所有好的那一面 光哥 恭喜你 人生的大事 你做得非常好 每个阶段都做得很棒 那儿子结婚 我相信对您这个做爸爸来讲 辛苦有成 加油 光哥在内地有个电影 然后我跟着光哥拍嘛 那个票房也不是太好 就两百亿台币 沾光哥的光啦 对 名字取得好 要有光 要有光的话才会一片光明 祝福你百年好和 踊跃爱和 早生贵子 赶快让爸爸大功 哈哈 恭喜光哥一家人 然后还有那个 那个媳妇一家人 就是郭福 就是恭喜早生贵子 对 很开心张哥你要到另外一个人生阶段了 你可能过不久你就要做阿公了 在这边祝福新人 百年好和 勇于爱和 也祝福张哥他们全家都可以幸福快乐 谢谢 真的 因为跟光哥合作那个欢喜来斗争啊 模拟18号其实就是还蛮深的交情这样子 那非常天大开心 那在这边也祝福新人 真的接下来的日子每一天都能够很开心 然后真的是早上贵子让光哥赶快报生 对对对 祝福大家也祝福今天所有来的贵宾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祝福 在这里 都没得过 她说 又在那边 重点 然后我们在那边 你们的手试 我们在那边 都没得到 我们就知道 那么多长 我们在这边 我们学家 我们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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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